当地时间11月15日 据多家波兰媒体报道 有导弹在波兰境内爆炸并造成两人死亡 波兰政府发言人米勒表示 由于目前的危机情况 经与总统杜达协商总理莫拉维茨基已下令 紧急召开国家安全及国防事务部长委员会会议 他呼吁不要发布未经核实信息 并表示政府将在会议结束后发表评论 当地时间11月15日 波兰政府发言人米勒在国家安全及国防事务部长委员会会议结束后确认 在波兰东部与乌克兰接壤的赫鲁别书夫地区发生了爆炸 并导致两名平民死亡 目前现场调查正在进行中 受此影响部分军事单位已提高了战备等级 据塔斯社刚刚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5日 驳斥了波兰媒体有关俄罗斯导弹落入波兰境内的报道 称这是蓄意挑衅 俄国防部补充称 俄罗斯军方没有对乌克兰波兰边境地区发动打击 俄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 波兰媒体和官员声称 俄罗斯导弹击中普热沃多地区是蓄意挑衅 目的是让局势升级 俄军火力没有对乌波边境发动袭击 波兰媒体报道的普热沃多地区现场残骸与俄军火力无关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俄罗斯军事专家阿列克谢列昂科夫对卫星社称 落入波兰普射沃度夫村的有可能是乌克兰S300防空导弹系统的导弹 而不是俄罗斯巡航导弹 利昂科夫说 非正常启动的乌克兰S300系统防空导弹可能飞进波兰领土 我们以前见过这样的例子 包括乌克兰用防空导弹击中几方驻房 利昂科夫还称俄罗斯巡航导弹是高精毒气 越在对敌电子战和防空系统强力对抗条件下使用 不可能让其偏离航向 利昂科夫称俄罗斯无论空机还是海基巡航导弹的重量达400到450公斤 拖拉机和拖车在这种当量爆炸时会被炸成小块且弹坑会很大 他还推测波兰方面可能在拖拉机拖车下面放置爆炸装置来进行摆拍 法新社刚刚消息称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当地时间15日深夜发文称 有关乌克兰导弹落在波兰的指控是一种阴谋论 4600媒体称俄罗斯导弹落入波兰境内 这一消息被俄国防部博士 库列巴在推特上发文指责方称 俄罗斯现在在宣扬一种阴谋论 称落入波兰领土的是一枚乌克兰防空导弹 这不是真相 任何人都不应该相信俄罗斯的宣传或放大其信息